岁末年中企业比尾压规模 比奖金大小 台电公司却以展现人文创意的金具祈福卡 带给员工祝福 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卡片 背后的金具可是公司上下集体 票选出最想告诉公司的辛莱威 一字一句都是台电人的心声 创作的内容也反映了台电人的感受 在新春团拜的时候 总是造成索取热潮 在年底的时候 正是这个大家心情 最不足的时候 可是我们来的金具 每一句话都是正向 都是鼓励 都是朝向光明的 台电公司去年首次举办给公司的 一句话争选及票选活动 短短15天的开跑时间 同仁热情投稿 展现了台电人的创意与情谊 评审阵容包括口语传播学者 广告文案达人 媒体人及公司主管 由他们评选出十大家具 在开放给全体员工票选 一人一票没有位阶高低差别 我们今年的金具有2500多具 14000人投票 我记得去年是12000多人 今年已经有14000多人投票 将台电人的心声化为字句 并在新春团拜时揭晓 已经成为台电特色企业活动 不只是反映员工的心情写照 也是公司遭遇的缩影 2014年的金具 加加灯火加加庆 处处台电处处情 以点灯传达台电的责任与使命 也贴力台电在转型的关键时刻 自强不息 持续把光明热情与希望带给台湾 台电综合报道